其實我覺得自己的創意不是很高 不過我有一個不甘於平均的心 然後很努力 我創意的靈感是來自我自己都喜歡 如果你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 你很難做得好 所以我覺得每一件事我都很享受 當時我做早上6點至8點的節目 以前早上的節目 通常都是播一些很慢的歌 我就覺得這麼忙 可以開心心嗎?搞笑可以嗎? 結果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哺哩巴拉 吵圈巴閉 很吵的 吵到有個高層說 他們兩個節目做得這麼吵 炒了他 不能炒 為甚麼? 他們的收聽率很高 哎呀 那時候覺得很幸運 大家大了也發現 那時候想做這個節目的原因 只是為了開心 沒有目標 結果很幸運 結果有人喜歡 但如果沒有人喜歡的話 是算是失敗的 所以我學會了一件事 就是你要破教立身的同時 一定要有目標 有原因 《Break It Make It》 是破教立身 不過要有的放錢 一定有目標的 就算你的目標很遠 或者是很無理頭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目標是做X-Man 也不用擔心 你繼續去做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目標 將你帶去哪裡 可能你一開始想做X-Man 結果他正義感 令你成為一個警察 有目標 放膽一點 定遠一點 定跨一點 《Break It Make It》